大家好,又是今期流行的時間 我是大熊輝 今集又跟大家說一下MIRROR人氣王 姜濤 姜濤日前跟小組的MIRROR隊友出發去泰國拍MV 其實都匆匆忙忙,很快這次出發那次已經回到香港 為新氣開工 雖然機場就不再設粉絲區域 但仍然有大概二十多個姜濤在場等候 下午大概點多鐘,身穿藍色牛仔褲 襯衣襯黑色長褲 戴著漁夫帽和口罩的姜濤 就由機場的貴賓室步出 在對面行人路等候的姜濤 就馬上大叫姜濤的名字 當然是這樣 姜濤先後跟姜濤打招呼 又跟在場的記者揮手 和傳媒說個Hello 但沒有停步 匆匆上了七人車離開機場 之後他也在他的社交平台向姜濤 致歉 並解釋他匆匆離去的原因 原來是因為他下機後 要直接趕去拍戲 所以不能夠逗留太久 通常 過往姜濤都知道 阿姜回到香港之後 就算沒有粉絲區 他也會停下給記者拍照 甚至有機會收下粉絲的禮物 當然聊天的機會不算很多 但是這次這麼匆忙 原來就是趕著去拍戲 當然粉絲當然會體諒姜濤 不會生氣他 因為都知道他近來 行色匆匆也非常非常忙碌 所以不可以逗留太久 另外姜濤也在社交平台 分享早前 在台灣為他新歌練舞的短片 在片中看到他要練習接咪架和舞 但是初期的時候 因為不夠熟練 感到有點氣餒 後來因為越練越好 就覺得很大的滿足感 大家都知道 接下來姜濤即將會發佈他第十六胎的新歌 包括他的MV和派台歌 昨天也在MIRROR的社交平台公佈了 他的第十六胎 文案寫著 Every single time when I meet someone 身邊的世界戲劇性升溫 今天在八點鐘 BTS的Views 會正式上架 另外在八月六號 MV的Trailer 會見大家明晚 到八月七號 一點鐘 就會在各大社交平台上架 八月七號 後日的夜晚 在MIRROR的YouTube Channel 九點鐘 也會有他的MV首播 相信一群姜濤 就非常非常期待 其實說回這首新歌 之前姜濤已經預告了 第十六胎是coming soon 在三星期之前 姜濤就釋出了他新歌MV中 插爆的黑色紳士造型照 姜濤也等了很久 日前終於透露了他排舞的花絮片段 給大家看著 也說單曲的名字叫Every single time 其實這首歌也是去年 姜濤在他的solo concert裡 曾經表演過的 現在正式推出 可以說是超級期待 其實姜濤之前直飛去台灣 跟大木老師秘密練舞 他在IG story留言 他就說今次真的 我所有單曲裡面 最難的一隻帽 姜濤要記熟舞步之外 記 step 還要配合 咪和咪架 還需要極高精準度的飛舞表現 在片段裡面 素顏戴上口罩的姜濤不停地練 練到大汗搭西汗 累包地坐在地上 留言說 雲頭轉向 累到崩潰 大木老師也加以鼓勵 留言說 都需要和道具混熟 你要混熟就需要些時間 原來用咪架和帽子 都是姜濤自己的要求 雖然偶然有失敗 但飛舞再成功接回 真的一點都不容易 他就說 有時候人生就像這樣 你突然就做到了 感覺到就有滿足感 除了見證姜濤的努力之外 不少網民都錯重點 看到他的白白正的手臂 和光亮的額頭 就超開心 眾所周知姜濤一向都很探靚 經常都要整理頭髮 和長期都用頭髮遮住額頭 今次為了排舞 真的豁出去 激行曬額頭 清楚見到尾巴 有網民留言說 真 微青木獸 講到姜濤露額 我最深刻印象 當然是去年 他和李家文 飾演情侶的一套 我的天堂城市裏面 做一個美國的留學生 當時姜濤也放下了嘔包 直接露額整套戲 都是這個造型 見大家 近年都見到姜濤 雖然都很貪 不過很多時候為了演出 亦都很不介意自己的形象 網民經常 尤其是那些Haters 經常笑他 又說他肥 又說他一樣 又說他那樣 甚至乎 只是拿阿鑑 作為他的取笑對象 近年都見到姜濤 開始都慢慢放下了這一種身段 我覺得是相當難得 作為一個偶像 擺下嘔包 也不介意 叫自嘲 那些圖 就和大家一起 叫做 既然你笑得我多 我就自己笑自己 其實我覺得 已經是一個相當成熟的表現 開始不介意大家 怎樣批評他 我覺得這個也是阿姜 在近一兩年 我看見都很明顯的進步 證明了一件事 這個兒子 不只是 純粹就是 我自己閉門造居 不理外界怎樣看 也不理人怎樣 反而就是不單止接受批評 更加就會和大家玩一份 既然你們笑我 我就和你一起笑 你們玩我就和你一起玩 我覺得這個胸襟 不是說一般年輕人可以做得到 這件事 真的要給個讚阿姜 希望這種精神 能夠繼續下去 我自己覺得 就相當之欣賞 不介意外界 怎樣看 然後和大家一起笑 我又覺得 有很多時候 反而阿姜這樣做 更加得到其他人的歡心 作為姜唐 當然就心心眼 但是 就算不是姜唐 都會欣賞了姜唐這種胸襟和勇氣 的確是不容易的 所以 這次也可以給個讚阿姜 雖然這次阿姜 幾位MIRROR的小組成員 好像他 Anson Lo Edan 和Jeremy 前後腳去到泰國 拍完會合再拍MV之後 很快兩三天 就已經率先回來香港 又要匆匆忙忙 趕著去拍戲 但相信一群姜唐 絕對不介意阿姜 沒有停步和大家拍照 打招呼 雖然阿姜 都很疼粉絲 下機之後 直接趕過去拍戲 所以不能逗留太久 但相信一群姜唐 當然不會生氣了 即是更加期待 就是接下來 第十六首新歌 第十六胎 Every single time 看看阿姜如何插爆 這個黑白紳士造型亮相 如何飛舞和MIRROR 如何配合 大家都相當相當期待 接下來 將會在MV上推出後 和大家看完 再出一條影片 介紹他這首新歌 大家有什麼意見 都歡迎留言說下 你們的看法 今集就和大家說姜唐 就說到這裡 記得訂閱合家歡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